以弘法为家务,立身为事业,希望能够将佛法导入社会 小云法师对佛教教育与禅画艺术创作发扬的贡献 备受国内外学者的敬仰与肯定 我实际上的复义 原来非常早地 我也曾经来看了一下 但不准备严重大长所 而是国家工 叫做汉堡 他就一两个反省在这个地方 穿得不错 全身上必须提供 台湾一个英文国佛教的事件 那么他就是教育 保范大教 但是我们又建立大教教育 保范挺重 因为经济结果 从基督开始出来的话很长 当然了 我们的佛教在来 从不够好 有一点不好 在这方面有化地为完 但是他的明方法师 是归样 处处为完 他也没有自己的 他就一放进去一次 我来一来 这种领读喜马会 我手要 我也不管你们 如果从来就再进去 比如说当他助持 那还得咬 我就抓了紧紧 这些武力委员 接了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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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台湾 就是七十公斤 你一起通过三 他就通过三 通过三 就三了 慈联院新任助持 明光法师出家至今 以弘法为家务的精神 立身为事业的目标 透过举办各种活动 希望能够将佛法导入社会 启迪世人心智 为佛教的弘扬尽一份心力 时邦新闻记者 来宜荣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好